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重罵洞足先機動能掌握集線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重罵洞能大呼籃板的盤 請慢視頻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343.617 下跌4.32 基本上今天跌的加速非常多 漲的加速加一加200出頭那麼一點點 那為什麼這樣 我們今天來聊幾個部分 昨天基本上開始啟動什麼 啟動關稅站 那同學今天關稅站這部分繼續發酵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個到底最後是誰買單 今天這樣亂砍亂殺尤其是尾盤 尾盤那個跌勢擴大 其實應該是怎麼樣 尾盤跌勢擴大應該就是那個當沖的 找盤那邊追的然後看尾盤拉不起來 當沖的整個倒出來 所以尾盤的那個跌勢加大 但是如果說你看這個跌的這個原因 基本上是關稅引起的對不對 同學還沒加啦 川普說 他明年上任 第一天他就要簽行任命令 是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到底誰買單 你要先搞定這個誰買單 你才知道說今天到底是跌真的跌假的 如果說是我們要買單的話 死定了嘛 刷給他 但是是我們買單嗎 還是 再轉嫁出去 是 那些下什麼雲端伺服器那些什麼 Meta Google那些買單 你先搞清楚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再來今天 今天同學今天外資有補空單 外資有補空單 也就是 就這部分 他應該有點在見討就收了 雖然說流昌的空單所謂還不少 還有四萬五千多口 但是呢 同學只要可以穩住就好了 而且呢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構性指跌 應該在接下來幾天他就會啟動 結構性指跌 同學結構性指跌不是什麼大盤大漲特漲 而是怎麼樣 而是大盤不會動 不是說只彈那麼一點點 但是呢但是你會發覺那個很多 題材股 又開始怎麼樣 又開始飛騰頓地 好不好 那今天的部分我個人認為 有評語可以減 然後你趁現在 趕快把你的部位調整一下 現在是好的股在跌 不好的股也在跌 大家都在跌 因為怎麼樣 因為有一點就是 川普這個 寫那個社群這個文章 就關稅的部分 現在是好的股在跌 爛的股也在跌 同學 趕快以跌換跌 如果說你手中股票已經跌很久 然後後面搞不好也談不起來 我認為這個地方後面還是 就是結構性指跌 他後面基本上是 提材股會漲對不對 你手中股到底是不是提材股 同學你手中股到底是不是提材股 就是那些 主力呀 食戶願意去點火的 如果不是的話後面 結構性指跌發動發動啟動 長得搞不好跟你沒關係 好不好 所以趁現在 你趕快調整持股 你不知道怎麼調整的話 好不好 我們 最保守的做法就是 Liator有後彈 你可以來問 好不好 Liator同學 Liator應該知道吧 社群我們都有Liator 對不對 就是生活圈 你可以來問 趕快調整一下 那個後面會談 不見得談你的 可能只有三分之二會漲 其他三分之二 可能不會漲 好不好 你就趁現在 趁現在 你不會趕快調整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就是要取消什麼 有一些什麼罪惠國 比如說墨西哥加拿大加稅25% 對不對 那我們的一些什麼代工廠 因為當時 當時川普1.0的時候 在墨西哥加拿大 基本上都 沒有關稅 對不對 現在怎麼樣 現在要加稅了 加稅同學 加稅的部分 你要先搞清楚 到底是誰買單 誰買單 我們買單嗎 是嗎 有可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同學你在看 如果說真的很恐怖的話 外資金幹嘛把空單稍微補一點 還是一樣高所謂沒錯 但是有在補了 也就是說什麼 要見好救收 我相信其實他空單這麼高 他一定想辦法要會把盤弄下來 要不就弄台積電 要不就放一些什麼新聞啊 什麼 反正就是讓你覺得 那個好像那個 世界末日要來了 但是呢 當你很恐慌的時候 他在補空單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尾盤跌勢加劇 結果盤裡看 外資空單在補了 所以 其實有時候股市 股市玩的是什麼 同學股市有時候玩的是人性 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表 同學這個表 數字比較多 我現在如果說你 對數字比較敏感的 你可能 看到這個頭髮後 這個事情我在做的啦 其實你做股票 基本上怎麼樣 做股票是投資人 投資的話 你要找些好公司的話 你要怎麼樣 你可能要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賺錢 我現在秀出來是什麼 這個是 紅海 這是廣達 這是微影 這是微創 好不好 這四家公司的那個 財報的比率 同學 加25%的關稅 對不對 誰買單 我們買單嗎 我們買單 這些公司就剩在那裡 你知道是怎麼樣嗎 紅海 紅海是那個AI伺服器代工最大對不對 最大的份額嘛 他的毛利只有6% 我毛利6% 我還要負責你這25%的關稅 是怎麼樣要撩錢是不是 這個叫做廣達 廣達是代工比率第二大的 對不對 廣達的毛利 7.33 7.33你要他 加上去負責25%的關稅 不可能嘛 微影比較高一點 10% 這是微創 8% 代工毛利率8% 你毛利然後扣掉 扣掉什麼 費用 扣扣扣扣扣扣 你那個最後 基本上是2% 3% 6% 2% 就剩這麼一點點而已 我還去負責你那25%的關稅 這不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不可能 這廠商又不是白癡 這個東西我吃 當然不是我吃嘛 你叫我代工但是你吃嘛 誰吃 Meta 微軟 Google這些廠商去吃 所以後面是誰買單 下單的買單 所以可不可以轉價 可以轉價 所以我們這邊到底在 這不是我們買單 我們賺的錢還是 我們就是賺這種 微博的代工費 然後我們要去負責這25%的關稅 你這個人 不可能 不是我們買單 買的人買單 美國那個5大CSP廠去買單 所以如果後面他們買單的話 後面如果說會有通膨的話 他們買單當然他們會再轉價出去 反正就轉價就對了 什麼訂閱什麼 再再 再漲價 一定是這個樣子 就像我當時跟大家講的 AI伺服器的部分一樣 你說台銭店這邊交保護費 轉價好不好 全部都轉價 所以就是你這 你就轉給你的客戶就對了 就轉給回答 這一定是回答買單 如果說真的台銭要交保護費的話 一定是回答買單 回答買單怎麼樣 再轉價到下面去 基本上轉價 雖然所以最後通膨 通膨出現就在美國 一定是這樣 我告訴同學 一定是這樣 不可能是他買單 因為這是要怎麼買單 賺賺賺 賺賺賺 外資就K什麼 外資就K全資股 外資K全資股 你看他指數頂就害怕 就開始亂看股票 但是同學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外資在幹嘛 補他的空單 好不好 我全資股給你倒一倒 我現貨賣 我期貨補一補 期貨補 隨便補都賺錢 賺多錢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你要先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那把事情搞清楚的話 我相信應該過幾天 應該過幾天市場就搞清楚了 這個不是我買單 對我們的代工部分的影響份額 基本上 完全沒有改變 獲利也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那你要先觀察誰 同學 我認為這幾支 你都可以觀察 但如果說你要找一支來做觀察的話 你可以先看偽創 先看偽創 他今年差不多賺6塊 明年可以賺8塊 因為戴爾這邊有多4單給他 戴爾這邊單有多給他 多給他很多 所以今年6塊 明年是8塊 這個很多 我們的 金控這邊 就是我們內支這邊 什麼什麼 凱基什麼的 紅遠基本上都有出報告 今年6明年8 同學我那我問你嗎 今年6明年8 現在股價112塊 你覺得很貴嗎 基本上不貴 去看看人家寫的報告 目標在哪裡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看這個盤 有沒有機會穩住 你可以先看這個 好不好 那我個人認為 應該這兩天都穩住了 因為 這不可能我買單 我們沒辦法去買這種單 你懂得是嗎 因為這個買下去 我稅油存率只有2 2.9% 我不到3% 我去買你這25%的那個關稅 沒可能 好不好 隨冷稅這都轉嫁出去 好不好 後面都是那些 CSP 當買攤 隨冷稅倒楣 他是美國人 水位還是美國人 那你說 那這部分 是不是我們要怎麼 搬到美國這邊去 同學 美國的人工很貴 如果說你就這個新聞事件的部分的話 我說真的 我如果是廠商的話 我寧願就給你科 就是寧願就25% 你硬要真我就給你25% 因為 我再搬去美國 再用你美國人工 就差不多這個錢了啦 你懂得是嗎 我在把廠弄過去 再買個地 再重新蓋 那個 建築成本 人工成本 蓋完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再請你美國人來上班 那都太貴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25%就給你 給你 反正不是我買單 無所謂 你懂得是嗎 那現在就急著要出貨 急著要出貨 你覺得 那我不要出 不可能啦 不然你找誰代工 你敢找中國代工 沒有人可以代工了啦 只有台灣可以代工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不會是有買單 你把這個搞清楚 你就知道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吧 不是我買單嘛 虛擬一場 倒楣是你美國 所以你美國在 美國股票在漲位 不知道漲什麼東西 好不好 然後全世界跟著倒楣 所以你把這個看完之後 我認為你後面基本上要觀察這個啦 比較好 比較容易觀察 因為這個是太貴了嘛 真的比較貴啦 兩三百塊的 這個1000塊的 100多塊的 好不好 100多塊的 他如果穩住的話 基本上都穩住 而且呢 就明年8塊 明年8塊 116塊 真的不貴 只要可以穩住的話 市場的心情就回來了 好那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 我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你只要穩住 基本上結構性指跌就啟動 對不對 基本上結構性指跌啟動的話 啟動還是看這些啦 就題材股啦 結構性指跌基本上就怎麼樣 指數可能不太動 甚至怎麼樣 甚至小小反彈 但是呢 這些股票都 這些題材股基本上又開始怎麼樣 又開始漲自己的 其實你可以看這些 這是這禮拜大多數比上升 對不對 如果這禮拜大多數比上升 你來跟大盤比較看看的話 其實他們本來就相對大盤強很多 所以其實像這個 結構性指跌它是一直存在 只不過今天怎麼樣 今天可能大家 有些逢高獲利 就是盤太爛了 我先出一下好了 出一下 強勢股票 多頭股票會過新高對不對 會過高的股票叫多頭 多頭股票拉回來要幹嘛 多頭的股票拉回來要幹什麼 你要拉回來幹嘛 拉回來放空嗎 多頭的股票拉回來找買點 弱勢股要反彈找空點 所以如果說這些股票的話 是多頭的化名 很多的 題材股 甚至說如果說有機會 有賺錢有題材的話 拉回是要找買一點的 我認為拉回是要找買一點的 所以趁著現在 都有帶 有些股票被影響到 你能換股就趕快換一換 因為後面 後面 他們搞不好還會再上來 你的股票不一定會上來 你懂什麼 所以如果說就這部分的話 我認為這 這幾個族群都可以留意 當然BBU我沒有 我也沒什麼興趣 因為 因為這假的 同學還是一樣跟大家說 這些股票都有大戶在 一樣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大戶都要這個我們都跟大家 分享過了 對我們不太多說 我只跟大家說 像這個那次的部分 BBU 同學BBU我知道有人在吵 有人在吵 有人在吵的話 我第一時間沒進去 我不會進去 因為 這個東西 我知道他是假的 我知道是假的 比如說像這個 某家 你自己看都知道哪家報告 他已經講什麼 我們理解BBU 並非 對 標配 他已經講 就並非標配 大家也說不是標配 他也知道有人在吵 但是 這個吵的力量很大 所以 要嘛你跟他一起吵 要嘛就不要做 好不好 但是現在這個位階我也不敢做 對不對 這個位階我去買單 我沒有笑 今天有人去訪 台大店你知道嗎 今天有研究人去訪台大店 台大店的回答是這樣子 BBU 快樂鬼 我們早就在做BBU了 做很久了 對 我們的官網都有BBU了 都有BBU了 做好久了 很奇怪 做那麼久 BBU這個東西就很久了 結果市場這一個 應該說這兩個禮拜以來 才知道有BBU這個東西 更嚇的是什麼 我們已經做那麼久 也在出貨了 結果我們家的公司 我們家的股票沒漲 你不覺得很瞎 台大店就覺得就怎麼那麼瞎 我們已經做很久了 也在出貨了 結果這一波炒作 都沒有我們家 走我們家都沒有關係 股票都沒有去 怎麼會這樣 很簡單 股本200多億 股票那麼高 股價貴股本又高 插不叮噹啦 所以你都插什麼 插得很小機的 是不是 很小機的 你知道自己小心 到時候人家一側 那個會有流動性的問題 咚咚咚咚咚咚怎麼錄下來 像這個包括裡面就講 你要把這個東西塞進去 散熱都很難塞 因為這有機櫃有散熱的問題 所以就是 基本上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就另外建 另外建機櫃 你認識嗎 所以 比較可能是怎樣 比較可能就是超級電動 超級電動就是武藏 武藏就是職工 沒有在代理 所以比較什麼 武藏 武藏 不是我們的 看有沒有代理 沒有代理 職工 直接供應 直接供應 沒有在代理 所以 插什麼 疾疾怪怪 什麼日叉叉 什麼代理 哪有代理 沒有代理 就職工的 哪有什麼代理 亂吵一通 當然我也不能說 這個炒作不對 就是要 就是有這些內置 台股才會好玩嘛 對不對 台股才會好玩不然怎麼玩 就是有內置 那一支才會有什麼 才會有今天掌聽板 昨天掌聽板 今天頂頂板 昨天有沒有 有沒有股票掌聽板 什麼明的 昨天掌聽板 今天跌停板 那就是 就是這樣 不要不要講 反正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 這種 就是玩那種 怎麼講 玩那種籌碼的 玩題材的 這個 我還是那老話 先講究不上身 再講究療效 會安全一點 先講究不上身 再講究療效 你會比較安全 這個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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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買 其实 labor ekj 還會繼續拉 也許 也許 啊 七中零 我要繼續拉 好啊 你就繼續拉 我就不玩了 我不玩可以吧 我不玩 我玩我的啊 我玩我的神打 可以吧 阿彈啊 我摸他 62塊他 他今天又去喔 838 這邊我知道在震盪 震盪有啊 先出一點啊 你股票多的出一下嘛 我們昨天有講嘛 股票多的出一下嘛 出一下今天還漲 有啊在漲啊 這個很大段啊 就這種就是 他就確定有單嘛 他不是甲骨文的那個訂單嗎 啊 對不對 不然那些VBU小隻的 你跟我說他接到誰的單 有接到單嗎 蛤 有接到什麼單嗎 台大店接到單的都沒在漲 啊 沒接到單的就亂漲 台大店自己覺得很嚇 奇怪 我們哪裡高了人不去 我們已經 我們做很久啊 講話也寫很久啊 啊 市場這兩星期才知道 啊知道就算了 我們家國本都沒去 沒去就沒辦法 太大隻啊 你們太大隻了 兩百多億嘛 你兩億的話搞不好就噴翻了 對不對 所以就這部還是跟大家 一樣啦 跟你提個型啦 好不好 就是你要做 要做一些 有東西的 這有東西啊 沒東西嘛 甲骨文的AI45區訂單在他這邊嘛 不然怎麼會長成這樣子 對 就是你要做有東西的啦 不要做那種空的想像的 小作文亂寫的啦 然後這個 CCL有沒有東西 看財報都知道有東西啦 只不過怎麼樣 重點不在CCL啦 在什麼 在撥籤部啦 這是CCL啦 銅箔基板的組合啦 上面是銅箔 下面是銅箔 重點什麼 中間撥籤部啦 銅箔有沒有缺貨 銅箔沒有缺貨啦 銅箔就金居在做的啊 銅箔根本沒缺貨啊 缺貨什麼 缺貨是中間的撥籤部啦 對 那個Rulose嘛 Super Lulose嘛 Ultra Lulose嘛 Very Ultra Lulose嘛 這是缺這個 這種高階的啦 所以M7板材變M8板材嘛 缺這種高階的 高階的話 之前都掌握在日本手上 掌握在日本手上的話 現在台灣誰竊進去了 而且成長性很大 就瞧瞧這樣啊 就瞧瞧啊 尤其越來越來越 22 23以下 漲停 27多 這兩天 對 他在幹嘛 準備要挑戰 30塊了呢 297 開始在幹嘛 過前高 過前高不是嗎 過前高代表什麼 多頭啊 多頭股票壓回來 要不今天尾盤 我亂殺一通 他會掉下來 搞不好也不會 早上不是還什麼 早上不是還在那邊 準備要供30塊 之前兩次的相當業力薪都過了嘛 兩個階段嘛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都過了嘛 過了凸穿 拉回 拉回 之前的上升軌 上升軌壓回來 不在這邊 所以刀儲筆不在建立部位 所以這種壓回來 要怎樣 要賣掉嗎 我還想要找個點加碼 你那個 股票在漲的時候 真的多方在起漲 有那種只漲一段 有那幾漲一段了嘛 好像不會吧 都是一段一段拉上去的 搞不好 應該是一段拉上去嘛 而且有時候那種黑K棒 黑K棒就給你上車了吧 像這個 這個訓德嘛 黑K棒給你幹嘛 這給你上車 這也是喔 黑K 黑K 上車 這大戶儲筆往上 黑K棒 再來 那有什麼黑K棒 再來的 百六變兩百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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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壞掉 怎麼會壞掉 今天 有跌一下 跌一下 跌一下 現成不是一百八 破線就把它出掉了 好不好 大戶儲筆表在上升嘛 那個大戶出我們就跟著跑嘛 看起來還沒出啊 不是嗎 如果說這禮拜往下掉 往下掉就出掉啊 還沒往下掉啊 在這邊啊 現成還沒結束啊 所以應該繼續撐著吧 繼續撐著 繼續撐著就 就繼續撐著啊 不是嗎 就繼續撐著啊 撐在這邊嘛 撐在這邊 同學應該這麼講 他這邊 他也不太會 他這邊他會現成 他也不太會 下檔有空間嘛 下檔有保險嘛 因為現成一百八嘛 你要在二以上 人家才會 才會繳錢嘛 但是你需不需要在大拉特拉拉到天上去 不需要嘛 你什麼時候再拉 股票拿到再拉嘛 幹嘛 我現成結束股票拿到我就拉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弄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把 那個股市的一些 就像這個一樣嘛 像這個一樣嘛 同學 他這邊是不是那個 股票發下去了 5萬張股票嘛 所以那時候市場 市場在說什麼 5萬張下來 再來崩盤 就是市場啊 市場啊 5萬張到底在誰手上嘛 你想想看 這5萬張到底在誰手上 憲增5萬張 5萬張到底在誰手上 賞戶手上肯定不會漲啊 你看這個樣子就是大夫手上啊 所以呢 股票拿來 拆掉 不是這樣嗎 股票拿到5萬 拿到啊 拆掉拆掉 這也是啊 現在就在你害人的害人的害人的害人嘛 撐不下可能也不會拉啦 就在那邊混著啦 混著幹嘛 憲增股票拿到開始推 搞不好往這邊推 搞不好往這邊推了嘛 所以 有時候邏輯就這樣子啦 當然你覺得這個盤導害怕 要出 無所謂啦 隨便你啦 好不好 這我出掉了啦 日月光啊 出掉了 整頂我也出掉了啦 好不好 小賺 小賺 應該說這兩檔股票 小賺出場啦 一直混 啊 混要幹嘛 混 你發動我再來 好不好 因為短線上 我有一些更好的選擇 好不好 錢要生存抽出來嘛 而且我們家做股票不是印鈔票 好不好 我知道有些同業基本上就是把你 把你當有錢人 好不好 就是你家在印鈔票的 我的弟弟妹就對了 時候啊 avoir 賺走賣 好不好 我 反正我就當成我自己在做 我如果說買新的 這些 如果說短天上不太動的話 錢先拉出來 先拉出來 拿出來幹嘛 先做別的 他們如果要發動的話再來 追就好了 雖然是安全的啦 最安全啦 跟我們 雖然所以 小賺 先出掉 那先出掉 nothing 什麼 我認為光通訊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同學今天大阪跌三百四三對不對 廣東訊很強 你有沒有感覺 搞不好過一天新聞又出來 今天有聽到風聲 可能就是 應該說像聯軍 光環 IET 今天基本上怎麼樣 這我好像有點 我把它放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沒有放到 就是差不多這樣 就是這些股票 今天廣東訊基本上是算 華星光 我只要換華星光、聯軍、IET光換這些 今天基本上它是有一個族群性 那有族群性的話 基本上有族群性的話 它都會幹嘛 它就是多方下的一個火種 就放一個火種 那這個火種 你看看它有沒有一些擴散效應 比如說光東訊好了 光東訊 光東訊 大阪那麼爛 智邦怎麼在創新高 你有沒有發覺智邦怎麼在創新高 智邦675 智邦在創新高 那問你啊 智邦做什麼的 不是交換器嗎 光東訊 光東訊要放在哪邊 不交換器嗎 所以如果說以這塊來講的話 應該是產業這邊 有點 要有點轉變 甚至說 就算轉變沒那麼快 可能這兩天應該消息面 會有些在什麼好消息出來了 比如說 我盤中就有聽到 那個要加單 為什麼它前天漲停板 因為某家公司要加單給它 所以它拉起來 然後煎掉下來 人家在剪 所以就是有些有題材的 人家基本上是在剪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如果說這邊是多方火種的話 你去想想看 這邊對不對 這是應該說 應該是我要放 放滑星光才對 就滑星光聯軍 IT這些就是 一股其中南京氣 同類三股成板塊 這個板塊有出來了 然後你再看到那個智邦 智邦要拉起來 所以光東訊這一塊 或是說交換器這一塊 應該是 短論上應該是有犧牲 說資金在靠攏 還有什麼股票是你可以留意的 就是你從這個邏輯思考 同學你從這個邏輯思考 你不要跟我說 啊 資邦喔 資邦那個高計 賣個從這個地方思考 不要再跟我講爛高計 好不好 講大半年的 不要說講大 從年初講到現在 喔 資邦會給他單 怎麼講都是資邦給他單 資邦都創新高了 高計啊 一百塊都站不上去 會見鬼啊 比方每次都找那種題材 資邦上去我就要買高計 有拿高計有人講 沒興趣啊 講太久了啦 第三季才賺零點幾而已 到底資邦有沒有給他單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太奇怪了 資邦有給他單嗎 怎麼給他單那個 第三季還這麼爛 一百塊都站不上去 太奇怪了 照理說 如果說真的有單的話 資邦上去高計找到飛天 所以不要再從這個地方聯想 你要從哪個地方聯想 同學光通訊 目前四戰龍頭是誰 博通對不對 資邦是接誰的單 資邦交換器出 那個裡面的晶片是誰的 資邦沒有做晶片 資邦的合作廠商是博通 博通在交換器裡面的四戰是七成 對不對 應該沒錯吧 交換器裡面 博通不是七成嗎 難道回答自己自自的有七成 七成以上都博通 所以博通這邊 你說像這些比如說華新光 那個Maveo對不對 聯軍甲骨文嗎 同學他們有七成嗎 他們都在光通訊裡面沒有做 但是市場上最大的還是什麼 還是博通的部分 所以你看有甲骨文 對 然後有Maveo 然後博通又是最大 然後博通最大的話 這一塊又沒有死 沒有死的話 資邦又創新高 那我就問你啊 光通訊這邊誰在跟博通合作嗎 不要再跟我講高計好不好 高計沒有啦 高計沒有跟博通 高計只有跟智邦扯點關係 因為高計只有兩個客戶 一個智邦一個台達電 好不好 智邦都轉換天了 市場說啊快點高計 比較容易就是這樣 其實同學 其實這邏輯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嗎 這邏輯喔 應該說這個是連線的邏輯 什麼邏輯 哇那個那個 索羅門 索羅門大漲了 跟索羅門合作是誰 滑金科 是不是每次都搞這一套 索羅門上去了 所以我們趕快滑金科 滑金科 搞了一年的滑金科是有漲 是不是啊 不要每次要講滑金科 一個索羅門上去 就是漲索羅門 就買索羅門 索羅門上去買滑金科 連線十幾個老師在講滑金科 結果呢 結果到底有沒有漲 沒漲 沒漲 不是他嘛 你懂我意思嗎 你聽到為什麼 一樣啊 智邦上去要就看智邦 不要智邦上去怎麼看高計 沒有啦 沒有那些東西 你買買你自己買啦 我沒興趣啦 投信如果要買的話 我再參考一下 投信也沒買 那不是 大家一百塊就騎不上去講講幾年了 你要從博通的角度思考 博通 好不好 從博通的角度去思考 這些東西到底誰是受惠者 好不好 歡迎跟他交付 我們做個結論 同學這個盤當然很鳥嘛 鳥鳥 但是同學鳥歸鳥 我相信就指數的部分 我也提醒大家 外資空大很多 支數你要小心 但是題材股 題材股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今天尾盤殺得很兇 沒錯 有些題材股被拖下來 大家在題材股被拖下來 我認為這個拖下來 是另外一次上次的機會 是另外一次上次的機會 每次都是這樣 同學 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趁著現在 市場在亂殺 好不好 趕快換一下 趕快調整一下你的持股 趕快調整你的節奏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你跟著大家走 財富一定有 好不好 然後一樣歡迎預約 下一檔 有差別的方法 就有歡迎的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按選擇 當我們節目給你喜歡的 之前推薄同志尼 我就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人長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頭顧111 儘管頭顧新字第015號